云颂一切 众生出世海 入我生意 入宁闻殊世 O Mara Vatsa Na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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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请收看 海淘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阿弥陀佛 当然有空各位到楼下 那边有很多佛像佛塔 闭关的地方 那选择在今天 那是我们汉传佛教的精神 因为汉传佛教的精神就是念想 大慈大悲 普度众生 一切为以慈悲为根本 所以在还没有法会之前 我们都是先甘露诗诗 焉共要共等等 大秤的精神就是 别人优先 众生第一 没有自己 你念一个阿弥陀佛 内心要想什么 世间苦 轮回苦 众生苦 愿自己跟所有众生 都得生净土 将来可以成佛 那这个来念佛 可以啊 不然的话 我昨天又碰到一个 病得很厉害 一个女性 月经不止 很痛苦 脸色苍白 头发也发白 她已经做了所有的家型 无家型 还想要出家 结果实在 病得不得了了 她已经 快离婚 事业不做 每天做家型 在山上闭关 结果 四个堕胎胎儿 一个也没超度 这也是我跑遍 欧美地区 看到很多 年轻人 修行 执着这些 仪鬼 闭关 家型 但是呢 对自己 一点帮助 都没有 所以 连祖先都没超度 连亲在主 都不原谅他 所以弄了他 快死亡一样 所以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有所求 修行不能有所求 所以 修行要完全的 把自己 放下自我的 各种想法 奉献给山宝 就像我们 念佛的人 我们要把 生命 奉献给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不要我们的生命 阿弥陀佛 只想帮助众生 所以这个奉献 就像一个军人 奉献给国家 不是为了薪水 退休金 来 当军人 哪一天能够 为国家而死 这是他的光荣 这是他的光荣 这是世间法 但是佛祂呢 告诉我们 把自己 奉献给三宝 那三宝就可以加持你 让你懂得 奉献给众生 不然的话 有所求的去 诵经 甚至 修家行 闭关 追求大手印 大圆满 追求空性 结果呢 自己的一点点的 小小的冤心在主 都没办法超度他 就像各位 假设你每天修行 结果你家里的小孩 没喝牛奶 我管你的 修行比较重要 家里的爸爸妈妈 没人照顾 管你的 修行更重要 佛法更重要 当然佛法很重要 但是佛法的目的是 为了慈悲众生 那慈悲是来自于报恩 你必须报父母恩 报祖先恩 你必须超度你的原型 在主 多太太 这是起码的条件 那进一步呢 我们来追求更圆满 这个圆满是更慈悲的意思 而不是有高低的分别 这个地方叫 印尼市水 我们阿底侠尊者 也曾经在这附近 如果下回有时间 他就在这边 闭关十二年 修菩提心 到了第八天 我们还要去 世界最大的佛塔 波罗福土大佛塔 去礼拜 所以我昨天也在想 像我们这一群人 能够在这边 难得 因为这个地方 我们翁头有趋势 的理想发心 慢慢地把它盖好 各位还知道 还在继续努力 虽然一切 还没有圆满 但是已经非常慈悲 所以我就跟他说 地方好了 我们赶快办一个 短期出家 所以 让很多人得到 地方的加持 也让我们的功德 来感恩这一片土地 人事物 也就是说 各位这一次来 试水 印尼 可能过去是 你是这边的人 甚至是一个传教士 甚至是一个法师 甚至是一个生意人 但是无论如何 要有因缘 但是这是个祝缘 最主要的目的呢 念一下 认识自己 找到自己 也就是说 找到生命的抑郁 释迦牟尼佛 累劫了轮回 到遇到佛法 发起菩提心 从发起菩提心 中间 消除无量业障 累积无量功德 叫波罗密 最后终于 圆满 菩提心 圆满了成佛的果位 才能够 千百亿化身 利益众生 也因为佛陀成佛了 以他的 佛眼 慈悲 看到了十方诸佛菩萨 的净土 以及十方诸佛 如何利益众生 离这个地方很近 有一个世界最大尊的 不动如来 石头的 所以印尼以前是 流行大称佛教 特别是金刚称 所以 但当地人 很少知道 他们知道说 这尊佛 好像手 为什么会拿个除 因为佛头都是拿个拨 所以拿个除的 就是不动如来 当然不动佛 是在 密称里面 五方佛的 第一尊 所以也显示 在 印尼 就一直在 古时候 在第七 第八世纪的时候 之前 就有很多 法师 就像后期的 阿底峡尊者 从印度 来这边 修学菩提心 所以到目前为止 印尼最出名的 菩提心的大师 也叫 荆州大师 因为他一出生 整个印尼很多地方 就变成 非常有钱 这个就是菩萨 菩萨到哪里 都会对当地 有很大的利益 所以 将来各位有机会看 他有 留下 一个 修行摆诵 还有所谓 孔雀 克毒 这什么意思 孔雀是以毒 做他最好的营养 修行人不能怕苦 把各种的毒障碍 转为菩提心的住院 所以非常的出名 所以那时候 印度的阿底峡尊者 也是一位王子出家 跟荆州大师 但是呢 到处参访 了解了 在这个印尼 荆州 这个地方 有一位大善之士 所以坐着船 跟几个侍者 遥遥远远的 从印度坐船到这边 印尼 而亲近了荆州大师 当然 荆州大师的教法 各位都听过 念一下 因果其要义 至他平等 至他交换 这是最出名的 所以 因为阿底峡尊者 最主要修行的意义 也就是我们这一次 短期出家要追求的 菩提心 如何真正 安住在菩提心 来修行 所以 他跟荆州大师 就睡同一个房间 中间只隔一个步 为什么如此 这是荆州大师的慈悲 更是阿底峡尊者的智慧 如何这样的 来清净 有菩提心的善知识 乃是善知识呢 24小时 关照他的心 所以这样心心相应 在我们禅宗教 以心传心 得到印证 这不是知识性的 现在很多人学佛 包括 在学密法 看电视 看书 没有真正的 菩提心的善知识 那只是一种 原旧 但是 没有真实在 利益众生 修行 所以就造成 堕胎也超度不了 业障也消除不了 离婚了离婚 生病死掉了死掉 因为 在修行的过程 动机 没有很圆满 所以 病人把佛法当作一种 比较式的 学术式的 你高 我也要高 你得到这个 我也要得到这个 看谁厉害 你会扔眼睛 我也会 你会修仪轨 我也会 有一种 比较性的 修行方法 但是在内心 层次里面 一点都没进步 就像我看很多菩萨 坚持 我要吃素 很好 还在生气呢 你还吃素 他认为吃素是戒律 但是他不知道 佛法是心法 特别大称佛教是 心戒 就像 我也看到很多菩萨 过五不时 非常坚定 打死也不改 但是内心 一点慈悲都没有 所以我今天 讲这一次 我不喜欢 也不会那么严 因为有人问我说 失误要不要三点半起床 我说不用 晚上可不可以吃 可以 只要你不生气 只要你不骂人 因为如果你没抓到这个 你把佛法当作一种 疑鬼 天啊唱啊 拜啊 念啊 背啊 很厉害 但是呢 内心的层次 就像各位在几天 有人五六个睡一间 哦 开始修忍辱吧 有些人 不要 我要睡两个人的 这个人就很骄傲啊 不懂得修行 因为怕啰嗦怕麻烦 我ій子里起床 还有李犁 锇 平 感谢观看